有家長回家打開小孩的聯絡簿 發現裡頭的這張文宣不太對勁 要邀請國小學童假日去看舞台劇 只是文宣底下掛名 吳思瑤辦公室與校方家長會 共同舉辦 家長傻眼投訴議員 質疑對手跨選舉紅線 但無事要反擊 你不也是 怎麼坐桌和坐桌 他公然的在他的DM上 寫上他是候選人的身分 除了家長會之外 強制的掛上學校的校名 也就是強迫背頭國小跟他合伴 開向張思剛假扮活動徵選舉 進入校園辦造事 張思剛反酸自己沒讓校方 直接發傳單到班級給小朋友 而且類似事情不止一次 之前也是有這位無性候選人的活動 在校方的官方的臉書網頁 我要強調我們都跟家長會合作 家長會要用任何的形式去宣傳活動 我們都予以尊重 十多年來也沒有人會挑戰或質疑 但是只有選舉到了 才會假借行政中立 但根據基本教育法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 從事宣傳活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黨散發或張貼 相關活動 這樣的宣傳單要飆發尊重老師 也沒有說要放在聯絡部裡面 各項的活動 尤其在競選期間 確實應該要堅守行政中立 無視要強調絕美指揮校方 選舉年一步注意容易踩線 候選人奮技怎麼拿捏 是否學問 TVBS新聞劉宇軒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